欢迎大家收听本期月Talk月的月Talk 我是深焦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偏显严肃的话题 就是跟月夜跑安全相关的话题 我们请到了是郭亚迪观众 叫亚迪 然后深焦老朋友 然后月夜Talk咱们俩录过一次 对录过一次 是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跟深焦 我们应该是在中国月夜跑推广的小小的事业上 是并肩战斗过的好几年 然后关键这些人 通过这些事情还搞定了终身大事 而且播客这个事又让咱俩重新的又碰到了一些新的交集 对不对 很多就刚才说到播客公社的老员 然后包括现在你已经做了月到100多期了吧 对到100期了 所以说现在是不是就做到 我觉得很游刃有余的感觉 是有一点找到感觉了 对吧 而且我看 就像你说的 偶尔能有那种心流的感觉 对吧 聊开心了 聊开心 而且我看你选题 我经常看不录 我听的不多 但是我经常一看我就知道 你这个选题思路 最近在做这些 我觉得所以大家 因为这期节目也会在开放对话会上线 因为是我的主专辑 对 然后如果开放对话的听众朋友知道 我们叫深交镜头的简称 然后越野talk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 对 今天是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今天这个 天哪 就是因为 你在叫啥背景 上周末 在威海100越野赛 这场比赛当中 叫威海100 对吧 对 这场比赛当中 其实有一个让人 让人 就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其中的一位 跟拍的直播的一个摄影师 就不幸的遇难了 天哪 对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官方 还是在权威一点的调查机构 就都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结论 这个事故的具体的原因 和具体的过程是什么 周末到现在 今天是周三 对 你看还没有看到警方的一个 或者说一个公示 一般会有那个蓝点白字的通告 因为什么情况 怎么样 死因现在都不清楚 不清楚 对 就只不过是官方发了一个公告 他就是说明了一下这个情况 说明了这个 官方指的是赛事组委会 这个官方发了一个公告 说明了这个遇难的人的身份 然后说了一下这个 他去世了 并表达了一下这个遗憾 对 就是官方的现在是有的信息 就是这个 我也看到 其中也没有提到他的死因 对 没有提到他死因 和去世时候的 具体的状况 具体的状况和位置环境 这些也都不知道 可能需要相关的公安机关 可能做一些基础的 可能调查工作 然后才能够晚一些发布 可能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在2023年的9月13号 是吧 13号 周三 周三 所以我们是这一刻下午 在我们家里录这期节目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听到这期节目 我们其实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到底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死因是怎样 对 就是因为这个事实情况 我们还不了解 不掌握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追寻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不会讨论谁是谁非 是的 对的 我们想把这个问题延展开来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受 就是当我听到这个件事情的时候 首先肯定感到非常遗憾 因为这个事儿 有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事儿 同时我也能够突然就会想到说 那肯定网络上就会出来一些沸沸扬扬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 就是表态 激烈的争论 我肯定 我能想象到 但是让我感觉 就是我也不知道 开始自我怀疑了一下 说我不是特别想要加入到这个讨论当中 而且我也并不是想要去主动的去了解这些信息 我也不知道 你听说我是作为一个行业的参与者 同时一个很早的就喜欢约跑这项运动的人 同时又是一个约套 可能有点媒体属性在这 但是我就完全不想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要是从心理学上 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 就是它可能会涉及到自己很深切关心的人或者事情 它是一些负面的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只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和一些本能的回避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都能理解 就像我们自己不管身边的好朋友遇到了什么状况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愿意去直接面对 直接面对需要有勇气的 但我自己其实因为咱俩不是发个信息 某说这个事情我还是想聊一聊 当然一方面你现在还在越野跑的 应该是这个行业的一线 我是慢慢早就淡出好多年了 因为翻船赛现在也在读书学习 我可能偶尔还跑个步 也好久没认真跑步了 但是我其实会认为这个事情 它就是在先不说它的具体的死因和这些 这些交给专业的机构和警方去给我们官方的一个结论之外 我觉得无论是涉及到现在越野跑赛事 在中国蓬勃发展这几年 特别熬过了疫情之后 大家要百废戴心的感觉 是有这种感觉 那又遇到了一个 其实是一条生命没有 是很大的一个措施 因为上次更重大的 21年的事 对21年 这是刚刚过去两年 那这个事情包括应该去年TDS 是吧 那个是在欧洲 对的 还有我看看 这还有其他的 还有21年MDS也出了问题 然后21年TDS出的问题 22年是PTL出的问题 都有人去世 是的 刚才说的 说了几个简厂 TDS是UTMB的一个组别 难度比较大的组别 我看 PTL 去年PTL PTL 也是UTMB的一个组别 是的 你刚才说的MDS 21年那也指的 撒哈拉沙漠地域 马拉松 马拉松的sub 所以我们刚才 因为可能是我的节目的听众 会听了一大串缩写 你们在聊些啥 我还是要稍微的解释一下 这都是非常全球有影响力 高难度的 长距离的耐力赛 而且有一些是连续赛 有的是分段赛 做一个简单普及 所以 那么其实越野跑 我想说并不是国内 其实在国际上 这一两年 也不是这么太平 好像觉得 咱俩回想 前几年好像也不是这样 也有 就是他 总会有一些事故 一些意外发生 对 即便是赛事 我们以为国外的赛事的 非常完备 他的救援 他的设置 他的赛道管理 都很完备 但是这种意外的情况 还是没法避免的会发生的 对 所以当你说 咱们一起聊聊 我说 你真的是完全的是 非常适合聊这个话题 首先 你也做过很多期的 WMAI的 那个是吧 那个培训 是吧 野外急救 野外急救的 这个发起过培训 然后咱们刚才提到那些比赛 欧洲的比赛 几乎你都参加过 都参加过MDS PTL没参加过 但是你参加过 UTNB 完成过两次 对 也参加过更远距离的 巨人之旅 巨人之旅 这种300多公里的 而且你在这些 甚至在比赛当中 也有过失救过程 对吧 对 参与过救援 而且你也遇到过一些 出现过幻觉的情况 是的 甚至我知道你登山的时候 是也出现过 那是登山的幻觉 跑步有跑步的幻觉 我都有过 对 就完全是遇到过 这类似的危险和风险 并且知道该如何 判断这些风险 然后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何参与到救援当中 这些你都是明白的 都是知道的 甚至有亲人经历的 是的 所以说赛事相关的 一些合规性的问题 一些赛事的完备性的问题 和一些真正的野外安全的问题 和如何在极限耐力的 至少陆地越野跑 这个类别里面 如何照顾好自己 如果照顾好我们身边的队友 参赛者 哪怕是路人 他也是选手 是的 这个其实是不同的角度 我都觉得非常值得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想 从哪个角度切入 我其实会觉得 就这件事情来说 我其实很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组委会 我猜 威海100 他应该没有对 这等于是个陪跑 对的 他应该好像对这块 还没有官方的一个界定 和他的规章制度 赛事章程里面 可能还没有涵盖这一部分 我猜 我也是猜 我具体的规章制度 我也没有看到过 我也没有调查过这个事 但我猜可能是没有这个界定 因为不是说威海100 有什么问题 在国内的越野跑 我们看群里面 回头我也想问问老板娘 在国内做的最好的机场赛事 有没有相关的跟陪跑有关的 因为我会认为这个直播 他的旁边全程还是中途一段 都算是相当于是陪跑 对的 那在国外 其实很多顶尖的比赛 有很多年 组织赛事经验的组委会 都会有跟陪跑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的 包括西部100 我记得是后半程才能陪跑 后半程才可以来陪跑 而且陪跑 他有一些基本的规则 比如说你不能助力 你不能帮他背东西 你也不能对他有肢体的接触 等等这些很基本的 然后他进补给站的一些规则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 我会好奇 是不是这次很糟糕的不幸事件 会让更多的国内 现在至少有几十家赛事组委会 和主办机构 他们开始重视 对陪跑这件事 把陪跑该怎么分类 该怎么界定 该怎么对他有一个该支持的支持 该限制的限制 不然的话到现在 就在这个事件当中 大家我看第一反应都是说 买没买意外保险 到底这个责权 责是怎么划分 最后就怎么赔偿 你看大家 这个我觉得是普世的 大家都会从这个角度 但是因为咱们聊 我觉得还是从咱们的行业 毕竟 我就积累十年了 在这方面 其实还是有些发言权的 我会第一个反应 就是对于组委会的管理 可能要求更高了 你能不能拿出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参考国外已有的经验 还是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 拿出这么一部分 因为毕竟直播又是一个 另外一回事 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就算不直播 从陪跑 因为香港 我们知道我参加过 1月2年 我就参加过乐视异行者 那就是一个巴不得鼓励 各种陪跑 对 全程支持 而且那个就是 你随便帮他背东西 全都你背都没事 那是个团队赛 那是个团队赛 而且然后玩的就是要有 要有相互帮助 各种support 你全程东西 全你背都行 因为我就曾经为二拳的女队 背过东西 全程 我是全程100公里陪跑 做supporter 帮他们背东西 给他们加油 就是让他们 最后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比赛 我就是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所以像百公里全程陪伴 我没有直播 但是我也参与过 但像直播 我刚才说 2016年 我们在UTMB 第二次比赛 我们也拿着国内研发的一款 可以插手机SIM卡的一个国产GoPro 然后用那个在欧洲 跨着三个国家 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都进行过直播 但那个效果一般般 因为它信号不太好 解决不了信号问题 但是更不用说 我从14年开始拍亚迪跑之界 也拍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专业的拍摄团队 不是直播团队 只有16年的一次是直播团队 那么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注重安全性 我也想问的就是 当时因为那几场路途比较 路况比较艰辛的 或者路况技术难度比较高的 那几场比赛我都没给你去 我去的就是陪你玩去了 所以那些情况叫拍摄情况和 当时是怎么来规避这个风险 或者是提前预判这个风险 因为这要先从我们一会说作业会的事 之前我们先说说亚迪跑世界 从14年以来我们的拍摄经验 那么第一次我们在海外拍摄 在2014年的4月 在日本的UTMF环保朗峰 那个时候我只带了两位我的老同学 罗登导演系的同学和录音系的同学 李老师 李硕 硕姐 所以他们当时就按照规章制度 他们作为官方允许的 应该经过注册过的supporter 然后他们是要做官方的大巴 一站一站只在补给站里面 等我 因为罗登也不是一个跑者 他只会简短的跟我有交流来拍摄 这是最原始的阶段 这个没啥 但是很快到了后面 然后我们应该是两个月之后 就到了意大利拍Laborido Laborido 119公里那场比赛 那个也是 你是罗老师去了 阵容更大了 应该去了三四个人 然后也是不同的不点 然后还带着飞机去 其实也是定点拍摄 然后他们的沿途的拍摄 其实我记得 那个横移镜头很美 那个镜头正好是罗登 我们是租了一辆车 在车上拍的 对 我记得那个镜头 长焦镜头 抓拍 其实都是优先要保证 我们的拍摄人员的人身安全 其实他们自己 我讲得非常清楚 特别是到后来 我们到16年 要拍巨人之旅 那是要拍520公里的冒险 等于那一年我是背靠背 先右天币 参加右天币 再参加巨人之旅 对4K 那一年是4K 所以他们中间就很重要 在一个面包车上 他们要到当地去入住 然后白天工作 晚上可能中间只有一段时间工作 大部分时间要保证他们的睡眠和休息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讲的更多的是赛道上 主观镜头 我自己拿GoPro和手机去拍 他们用专业的设备沿途去拍 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配合 而且我反复反复这么多年 一直在强调 其实大家看到的雅迪跑世界里面所有的段落 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没有你说的那么难 也没有看到 我是对 拍不到 不是拍不到 我就不拍 因为我的命可比素材更重要 我不是那种红牛队的顶尖的冒险运动员 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玩赛者 但是我比较喜欢做一些传播的内容 所以我在优先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我都站定了 我从来不会在移动当中 在危险的环境下移动当中 去边移动边拍摄 那个等于难度更高 我一般都是站定了 OK了 喘口气 拿手手机 说一段 周围的环境也不会特别陡峭 那种情况 所以大家看到的 都是我在能够对现场评估 这不是你刚才说WMAI 国际野外学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培训 其实就要对现场有评估 所以这个在我脑子里面 我都养成了习惯 我从来没有去挑战自己 去做一些高危的拍摄 你说到这 我就想起回想起来 就是我们每次在做这种拍摄计划的时候 无论是在比赛 还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 我们都拍过一些比赛 是的 在做拍摄计划的时候 我们那个基点就是每一个补给站 然后往前走往后走 那其实这个安全性和是 起码对摄影师的安全性是 是很可控的 对 我只有 我们从来没想过 或者是没有考虑过 是要把需要用 用一些风险来换取一些好的素材 从来没考虑过这件事 是的 因为唯一的一次跟拍 穿越比利牛斯你在是吧 对 我在 那次就是Rocker Rocker 他的其实体能非常强 因为他的运动能力 对 人家都是扛着照相机 去登珠峰 登顶还在拍 他当时是跟过我跑过几公里 然后累了 其实也就汇聚点 他就休息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膝盖 其实他时间长了不太行 因为他背包中晚 他就可能背得几公斤起 他虽然背一个小的相机 那是唯一的能够有过跟拍 就是边跑去来拍我的经验 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一直很替他担心 而且我们都是跑跑停停 走一走 我要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我们那次其实是一个比较chill 我们也 那个比赛其实也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比赛 因为那个比赛取消了 只是我们自发继续继续按照GPS路线自导航去体验 然后去记录拍摄 对 跟大家讲 听到我们这期节目 欢迎大家来赞助 因为这个素材还没有剪出来 还没有 非常精彩 这都五年过去了 还没有出 沿途非常精彩 雅迪跑一届第三季的下半段 从来到现在一直 现在还停留在我的素材库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永远觉得安全是第一位的 然后不能让大家去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 我其实听到我是非常惊讶的 就是100公里还是100英里 100公里 不是他那次重立不是 重立是168 200公里 对 反正100英里以上 还找一个人应该是 他好像有没有接力 也是团队 接力的 这次也是接力的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其实就等于要把这个事情 等于从参赛到 做到一个极致化 做到一个极致化 我其实各种角度 我是不怕你做极致化 但是对应的 我从来说的 因为我是一个制片 我刚才讲这么多 大家不要忘了 我是做了将近 不是将近20多年的电影制片工作 长大的 其实我永远脑子里面都是执行方案 那我们从小受教育 就是一个安全性 我们从来不是那种莽撞的 所以我拍这么多年 雅迪跑一届 我没听说怎么拍出谁 出事了 对吧 承受最大风险 那个人应该是我 以我为上限 我不允许我带出去的人 要承受比我更高的风险 还好我的风险是可空的 就是赛事组委会 所有招募的参赛选手 他们的风险就是我的风险 所以我跟大家是拉平 然后我们带出去团队要低于我 这个才是第一位 但是现在的这种做法 我会从我的价值当中 我不会否定你的这种野心和做法 但是你有没有匹配 对应的安全保障 其实最重要是资源和人力 能不能给够 就是你有几个人跟拍 每个人跑多久 因为我也看到那个公告里面 其实强调有两个字 叫有仇拍摄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一个雇佣关系 一个劳动关系了 我说的是性价比 就一旦有仇 我相信是那个选手他掏钱 也就是说以前雅提袍界 咱当时还是公司行为 第一季的时候 一开始我个人掏钱 后来跟北京电视台联合合作 他投了一点钱才补贴了我 到后来是我们的创业公司 是吧 在用公司的资金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知道这个事可能是赔的 我也是不能省这个钱 我要带人带多了去 比如说咱俩穿越比利牛四 我就带一个深交去 咱俩去 怎么可能 我们去了四五个人 我天哪 我觉得一定是要 我们叫什么 而且分工很明确 很明确 有后期制作 有两个摄影师 有文字的 还有文字的 还有捐一点制片工作的 后期保障工作的 很多的 这个是一个 我从制片工作 我们叫什么 叫饱和式 或者要有足够的荣誉 你不能让大家过于累 你们这几个谁累了 歇会儿 剩下的几位 这个工作进度不影响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比赛的进程 它是单线度的 他往前走 你拍不到就拍不到 你错过这就错过了 所以你累了 还有他 他累了还有他 所以我觉得这次等于 我从我们自己亲身经历 过去也到现在 拍摄至少九年的经验 那我自己拍电影 有更多年 就二十多年的经验 我会一看到这个事 赛事直播 我认为没意见 全程直播 我也太没有意见了 因为 但是我要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KOL和个体 甚至是他自己个人发起这个行为 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有点拖大了 我们当年这么小个公司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钱的 让这个团队做 我们再举个例子 为什么大家就明白 就是我在141516连续三年参加 1415 1416 141518可能是 连续三年 三届我去穿越流泥望岛 都没有成功那个比赛 那个比赛 其实是UTMB的祖师爷 UTMB是从那个比赛孵化出来的 就是受启发吧 那个比赛很多年 一直做全程的Gana Blues的电台的 和本地也是法国本地电视台的全程直播 甚至人家很早就应用到了全程直播 应用到直升飞机的协助拍摄 和现场 终点在一个体育场 搭了巨大的直播间 然后不是24小时 他们是几十个小时不间断 一直在直播 但一开始中间 他不会24小时不停 到最后比赛结束 冲线往后 一直是全程的 你在本地的电视台 打开好几个频道 全是他的直播画面 和他这几天采访 本地为主 然后加上法国本土来的 因为那是海岛 就很完善的方案 非常完善 就是从直播到转播 内容之丰富多彩 我依据法语听不懂 其实我虽然学过法语 基本听不太懂 但能听懂 看个大概 你就没看过重样 所以你看 这就是人家专业的媒体人 从赛事转播到 但是现在大家这两年 好像UTMB 比如今年直播也非常精彩 做得很好 看看他投入了多少资源 这个事情 是什么样的团队在做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要严肃对待 但是我其实 我真的不想大家 因为这个事情 一杆子就给自己打死 就把赛事直播这种事 就一杆子打死了 对 有些人尝试 我觉得一定要在 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你要有充分的实践经验积累 资源要给够安全保障 如果不是 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悲剧 我们就先不要去谈 什么追责 这个东西 我们在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 我们不去谈这一派 没法确定这事 对 但是一 就是你的资源 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做一些 因为我觉得探险精神 我还是鼓励为主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 以及这还不止设计你一个人 我带队那么多次出去 很关键 你知道我是制片出生 我永远关心的是 大家团队安全的 每一次都要回国 对不对 第二就是作业会的那一派 一会再展开聊 所以你看这是咱们切身的经验 对 这是我们真的是实际有过的一个经验 我们在从做方案上 然后在做预算上 都给够足够的资源来做这件事 从来不会把安全这个事是放到第二位的 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然后我记得我们做那次直播 其实也有过这个结合 就是那次奥森100 是16年 我往来15年搞不清楚 那时候我们是在搭了个小直播间 也是直播了23个 25个小时 不13个小时 因为那个比赛一共12小时关门 我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 那个沿途也有跟拍 那个有跟拍 但是那个是一个半封闭赛道 奥森南辕北辕 加起来11公里一圈 跑个10圈左右 那个风险非常可控 是的 有什么问题反正就还好 所以大舞台那次 我们是做的叫给大家拍短片 对吧 我们用自己一种非常高效率的方式 用一个很小的团队 为每一个参赛选手 在你比赛结束到终点 就拿到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短片 这个制片方案我们也做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那次大家还是蛮开心的 那个其实我们也 那个不是直播 那个其实我们也是到了每一个补给点 就提前已经做好这个计划 到了那个点 然后有选手过来 我们保证需要拍到每一个选手的脸 对 他的跑动动作 但是所有的路况和安全风险的管控上 我们都做的很到位 就不会跟着他去 从这个步验站到下一步验站 这个我们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是的 其实如果你要做 就是首先要知道拍摄的运动 拍摄那个摄影师运动能力都是超强 所以你看到国外的那种 很优美的长镜头 在高速行进当中 那其实他的水平不见得比运动员差多少 他其实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越野跑运动员 然后只是他手上拿上了摄影机 或者拿上了照相机GoPro 我们国内的小龙应该就其实能力很强 他能力很强 对 所以像国内像他这样的摄影师 其实并不多的 但是你这个回头 其实应该问问他 他拍摄当中遇到的这种风险因素 他一定有很多自己切身的经验 他也去过很高的高海拔 然后跟拍移动拍摄 就是只要你拿摄影机去移动奔跑 在这种非常的技术性赛段 其实风险是指数级上升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GoPro这家公司 自打他推出这个产品 其实因为他 导致的户外运动的意外伤亡 比率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在提升的 就是大家因为过多的关注这个技术 我要拍什么东西 其实导致他的动作 他的所有的体验 专注力并没有在这个动作本身 和这个体验本身 他想的都是我要拍到什么样的画面 其实就会动作变形 甚至计划上高出了 他能够自身能承担风险的一个限度 其实都是你知道吗 就是拍摄导致的 我是因为专业拍电影出身的 其实我非常知道 在户外拍摄这个东西 我从头就是有这个弦 所以到现在为什么 不像说我跑越跑 这也应该肯定超过10年了 但这几年我也跑 对 整个10年的户外 极限运动经验 一个十几年了 我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危险状况 对吧 基本上就转位别安 我也遇到过危险 但雪上差点没下来什么的那种 所以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们这一趴就给大家说 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 尤其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实际的经验 拍摄和直播的经验 这点在我们原则上 是有一些参考和借鉴作用的 对 我就是希望大家就不要因为这个事 好像是吧 以后就赛事不允许直播了 或者怎样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些对应的 一些安全的一些规则也好 或者说一些规范也好 这个需要一些机构 或者说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生成 因为这块其实在国内是空白 对 另外一个我还想跟你聊的就是 我们在越野跑的这项运动当中 因为现在就可能因为小红书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都在进来 就把它变得非常年轻化潮流化 好多人都在进来 对这个新的趋势也来讲 因为我就不熟 很多人就是因为很多比赛 也开了一些短距离组别的 难度很小的可能 很好 就很多人都在进来 但是不是这种情况会某种程度上 就稀释了大家对这项运动的一些 背后的一些危险性 即便是短距离的 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 磕磕碰碰 或者中暑这些风险 其实 这个你 对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么多年前 我们一直倡导的希望越野跑 能够进入到大众领域 这现在其实可能正在慢慢的 向大众靠拢 或者大众在慢慢的 更多的人理解这项运动 以前跑100公里 觉得是疯子 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好了 大家知道 我也听说 我谁谁谁也跑100公里 或怎么样 就还好 他内心可能觉得无法想象 但是他不会觉得这个事情 怎么离谱 怎么离谱 怎么还有这种 这人有病 对 对身体健康巨大的损伤 其实首先的确是对健康 不是百分之百的有益 但是有风险的 那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其实就应该 从就是别太担心 我们还要从积极的程度来看 就是你说那短距离 就是你不说 你不举办这个比赛 你就进山爬个香山 你就进去图个布 你也能中树 就是你现在毕竟是有备而来 你参加了个比赛 你是应该上 我默认你有了一定的技术认知 和有一点点的训练 参加了什么社群 大家互相交流 你学习到 比你不参加这个比赛 你就可能学不到 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体验 和现场的比赛的经验 对我们整体而言是好的 这是要积极的看 那你在这么多经验当中 就越野跑比赛的这些经验当中 有没有某一次 有一些超过自己认知的一些危险情况 突然出现 我之前没想象过 甚至 这个肯定是有 就是我刚才说像你那个幻觉 那其实我在越野跑当中 就那一次 2014年6月在Laborado 另外一次幻觉 那是2016年的11月份 在登阿玛德布拉 那是另外一次 那是高海拔饿的导致的 就体能下降导致的 然后其实2014年6月的那一次 在Laborado也是 因为他天上 不是天上 山上 因为高海拔太冷了 而且又是雨后巨大的泥浆 导致那个赛段 我们越跑越慢 后来下山又湿滑 也是体力快跟不上了 还没到不及站 其实下山就好了 就是高海拔还加冷 然后你会神之不清 就这个东西 我有了那次经验之后 我之后就知道了 爬这个高海拔的赛段 出这个不及站 你知道下一段都是高海拔 可能会很难 你要吃好 带好多的东西 你不要没东西吃 饿着自己 保暖的衣裳 衣物要戴上 等等 其实这些经验 就慢慢积累出来 所以那次 2014年第一次幻觉 2016年第二次幻觉 其实第一次幻觉 和第二次幻觉 它是本质的不同 因为海拔程度不一样 那个是将近七千米登山 这个是 也就当时 两千多米 两千六 两千七八的样子 所以就还好 主要是当时太冷了 而且泥浆太厚了 泥浆我后来是在柴骨堂寺遇到 就一脚踩进去 只有脚出来 只有脚出来 斜在那 就那种程度 所以说就很夸张 就是裹着泥就下来了 而且又冷 柴骨堂寺那次至少不冷 所以这就跟大家讲 就是你只有去真正的遇到 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千万别慌 然后不管怎么说 越野跑比赛 在很多户外运动当中 我依然认为 它是相对安全的 就是因为你其实 容错几率还是很大 这个当然是对比我后来 其他的冒险活动 到了海上翻船赛 那你就是容错几率 就一下子小了很多 你不能落水 落水就很麻烦 所以在越野跑 我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从这种短距离的入门 年轻人进来 我觉得很好 就是我们呼吁了这多少年 多少年啊 是吧 还是女生越来越多 当然 对吧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这个 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 一个比较潮流的一个场景 你可以穿好看的衣服 你也同时 你还涉及到了一点 硬核的元素 户外的元素 不像以前那时候火的什么 Color Run 对吧 就那种 对吧 但现在应该斯巴达这种 战胺赛也挺火的 也是短距离 依然很火 对吧 也是女生也愿意参加 愿意参加 展现出 他们日常在朝九晚五的 鸽子间办公楼里面 就是不常展现的那一面 大家是一种很好的释放 所以我知道会有对应的风险 但这个风险 我是认为是正常的 就是你应该学习应对的部分 这才是运动本身的魅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就停留在这 我每次就参加个 十几公里的跑步 也不长 但是你可能就慢慢的 就越来越长 50公里到100公里 甚至更长 那你就找到了自己 还是按照自己内心的召唤 我只是反对 就是咱们别太 比如说为了发个朋友圈而奔跑 就是你会觉得 我觉得这为了炫耀 那个其实它会让身体不舒服的 其实身体的前置 其实是可以慢慢激发出来 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 但是它应该是科学的 循序渐进的强度管理 是比较稳步的去塑造自己的身体 所以就是除了那一次出现幻觉之外 大部分的情况 即便是那么难 距离那么长 时间那么久的比赛 都在可控反应之内 基本没有遇到过 什么意料之外的安全危险问题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 我不给自己设定过于难的目标 我觉得那时候谁其实 就在出现之前就先 对你都能预判得到 因为紫禅感染那时候跟我说 我说其实我只在用我的 这个60%的能力 去应对所有的比赛 剩下40%的能力 这不还有亚迪跑世界呢 你们还得 就是没有团队去 我很多时候不都是 萨哈拉那次 就是我一个人在拍 对 就是我的脑子的精力 我觉得要 只拿出60%去 让自己完成比赛就可以 所以我永远不会很快 我就健康的 慢慢的关门时间前 能完赛就好了 剩下40% 我总是作为一个 做制作出身的 我会拍一些视频画面 做一些表达 记录 这个是我顺到手要做的 但都是要在安全的情况下 但注意 即使是安全的情况下 因为它会非常占用你的精力 你要想词 我记得那一年直播 UTNB完赛了 我让他们给我买了个冰激凌 我就站到拱门前的栅栏那 又直播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才回去休息 那都是完赛了之后 所以你还留着力 对 而且我要给我个冰激凌 我就赶紧买个冰激凌 我对着尽多舔的冰激凌 我不知道那画面 最后他们应该 因为都是双机位 那次一个是直播机位 一个是相机机位 我还在那舔的 卡卡舔的 并且说缓过 然后就开始聊聊聊聊 就聊了一个半小时才走 所以就是我不能允许自己 就是为了成绩 因为我的目标 不是一个那样的精英运动员 我这个一开始 可能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也从来不以 完赛成绩多么好 去推广 我希望是更多的朋友 能够通过这个内容 激发出你的事情的好奇 和你的 也愿意来尝试一下 所以现在你说 那么多年轻人 那我就太好了 终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对 那你当初组织那么多 就是野外医学学会 WMI那些 那些那些培训 你当时是受什么激发 其实最早我是 完全自己个人我想学 那就是还没有当时甘肃那个 惨案 其实真的是个惨案 后来是因为出现了这么严重的 我觉得全世界级别的丑闻 说啥 我觉得是一个丑闻 真的 就是绝对是 我到现在我也认为 它是人祸的比例占的更多 那怎么办 那就是我们要改变人 让大家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公益场 就是我们把国内这么多的赛事 运动员 赛事中间 都请过来 做了一场 后来又做了一两场 反正我连续做了几场 这样的WMI 就是WFA野外高级培训课程 最近因为我在读书 也翻船赛 其实我还是一直想发起的 就时间精力有限 我觉得后面我应该不断的去 哪怕赚钱很少 或者有的时候都要倒贴点钱 但是我觉得不重要 这个事情值得让更多身边的 至少我先照顾好我身边 我认识也熟人 那就影响更多的去 他们就自己去微信公众号 他们现在 自己也可以报名 就自己报 你不用非要从我这 我只是主办方之一 我自己其实还想 我错过了这次7月份的 就是导师课 在香港 因为我在忙别的事情 所以就错过了 上海那些活动 观影会 不拉不拉这些 我觉得下次 因为我钱都交了 我下次不行 下一次如果再有的话 我再去 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精进 甚至可能我如果能够上导师班之后 甚至我也可以参与一部分的收课 但我的兴趣不是想成为老师 我就觉得 如果能收课 我会觉得我对这些东西真的消化了 新的认识 新的理解 因为我毕竟讲课 讲电影讲了这么多年 代课老师 我在网上有网课 所以野外医学 我觉得是一个野外急救 对每个人其实都息息相关 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 大家都不知道 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所以说 如果感兴趣的话 在我的比如说视频号 关雅迪 你会看到 我置顶的三个视频 其中两个都是关于野外医学 我主办的几个班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就会知道 这件事情 其实跟人人都有关 你不爱越野跑 你不喜欢护卫运动 你就天天在家待着 野外急救 它就是一种 整个有系统体系的 一个学习的 践行的一个方法 能够在最危险出现的时候 能够 包括对自己 对别人 是一个进行及时的一个救助 是一套完整的 医学判断系统 和处置的方法 这个不需要你有真正的 医学背景 不需要 它就是针对普通人 但是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体系 你要挖法 那就是大概四天三十二个小时 你要再学到WFA 那就是要再学三十二个小时 理论上 你如果真的用心学六十四个小时 高强度的学习 你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 在国内 目前在大陆系统里面 这是最高的一个 这个WMI 学生级别了 比较高的毕业的级别了 我记得你有一次 是在UTMB 是跟孙玲爷也一起 在 对 那次是2018年 我参加巨人之旅 然后我带着孙玲爷 其实那次本来想是一个 很欢乐的 推广野外急救的 这样的一个拍摄方案 结果比赛第一天晚上 就遇到一个选手 追牙 我下去救他 我又算是 招呼了另外几个国际选手 然后四五个人 我是其中最主要的 算是带队 他重伤 非常严重 然后当时都昏厥了 没有意识 到后来意识才恢复过来 但是还是不能说话 我们陪着他一个小时 给他做好了包扎 让他不要乱动 然后给他保暖 然后呼叫救援 一直等到专业的救援团队 第一组 第二组都到了 我们把担架帮着拼好 把他固定在担架上 从悬崖斜坡 给他抬回到赛道 然后说第三波救援 已经从山下爬上来 后来我下山也遇到了 然后据说后来 直升飞机也在协调来的路上 才把他及时的送到了医院 那是一次完整的 紧急救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临时跟孙力爷老师 改变了拍摄计划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讲 你得平时去积累和学习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能够相对从容的应对 我说这个从容 可能就短短几秒钟之内 几分钟之内 但是你脑子是清晰的 因为你是被专业训练过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喜欢跃跃跑 比如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 其实发起邀约 直播自己 应该算是一个精英选手了吧 应该算站台了 站台选手 就是那个200 充力168200公里的女子冠军 是的 你看那肯定是精英选手 和能够接受邀请的这些跑拍 也都是身体素质和自身的员 也是百公里完赛的 经验很丰富的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 你都已经玩到这个程度 你已经不是那种小白 刚才我说的 年轻朋友刚跑十几公里 入门的那种 其实你更需要 去学专业的野外急救的知识 因为你学到这个知识 你就知道 一大堆伤病机制 是如何造成的 能判断自己 能判断别人 你能反向推 你一到这个极度的技术赛段 我看了那个画面 它的确好像又有绳子 那非常暴露的 那个石头的山顶 那个画面 那个岩壁 那个岩壁对吧 但是那个并不一定是 是这次事故的发生点 但是它是一个路线的一部分 我只是说 当你看到不同的路线 你学过野外急救 因为你会应对很多伤病机制 伤病机制是说 你看到一个伤患趴在那 还是挂在那 还是怎么样 倒在那 你根据环境的 第一个三角形 紧急判断之后 你要猜大概 是怎么造成这个样子 就是伤病机制 它是从高处坠落 还是滑倒 还是心圆性的 它心脏有问题 还是它其他的内脏的 其他的各种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 你不知道什么 你要做一个伤病机制的判断 所以你掌握这一套流程之后 当你把自己作为运动员选手 置身到不同的自然环境当中 你会反推过来 这个让我得小心 不然我会滑坠 这个让我得小心 可能我会中暑 这个让我不行 我会失温的 当你对伤病机制的结果 经过反复的认知和练习之后 你会反着源头推 在不同的环境 马上就对应出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不怎么做 我可能就会诱发 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你会非常敏感 所以这些事情 为什么你如果 已经是一个资深的玩家 包括你甚至还肩负着 要去跑拍给人直播 因为我说我其实并不反对这种直播 毕竟我们都是当年 对就做这事的 在国内最早的 我这不是说开创者 先去不太好听 确实是最早的 最早的 所以我们都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野外集球的概念 我最早学应该就是 17年才开始学 16年还是17年 忘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让这些资深的跑步爱好者 我们不只是身体素质训练 我们要让自己的大脑和知识结构 其实也要有 跟你的运动能力有匹配 匹配到一个 你的知识储备 不能只是说我特别会训练 我特别会间歇跑 各种跑 我各种体能训练 什么都会 但你也得必须匹配 如何照顾自己 照顾身边的人 你的急救 你的意识 这些都值得花钱学的 而且现在这个是非常非常 就是注意 还不能只学一个心脏的心肺按压 什么复苏 那个不够的 如果你是在户外运动 你得有一完整的一整套体系 什么你都能够应对才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对大家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对 其实聊这一部分也是 因为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到这个运动当中 那他肯定也会有一些人 想要去进阶 想要去玩更难的 更距离更长的 或更有意思的 就这些项目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运动能力提升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需要提升的 就是这个安全的一个 知识储备 对 知识储备 安全意识和真正 照顾自己的能力 和照顾别人的能力 另微不乱 对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WMI 教了那么多课 老师经常说 你什么都学会了 真正给这个现场 还是下不了手 去参与 那你当时那个过程是 立刻就不要想 震惊下来了吗 就是 因为我听了 也哗了一声惨叫 看不见 就在前面几十米 头灯大家都在 在那个叫奥斯塔山谷 意大利北部山区 这么陡峭的那种 technical 就是非常技术性赛段 那是第一天大的 进第一个live base 就50多公里 只有一个大站 进那个大站之前 最高的那个山的 急速下坡的那一段 刚下没多久的那一段 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头灯照的范围是很有限的 所以你听到一声惨叫 我就延伸就直接过去了 那个时候 我没有做任何心理建设 和任何思想斗争 没有 就觉得 我的天哪 有人要掉下去了 我们要赶紧去救他 就这个事情 其实对我而言是 没有想太多的 就是没有什么思想斗争 包括去年 在亮马河 我遇到一个车祸 就那车直接就在那试管区 把那栅栏 咛咛咛 跟爆炸一样 我当时以为 第一反正是恐怖袭击 你知道吗 我那是散步 吓坏了 一看是一个车失控 他都翻过来了 反正那武警 特别紧张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也以为 他以为是什么恐怖袭击的 然后我一看 车坏 他肯定是喝大了 或者说怎么着 疲劳驾驶 我赶紧冲过去 跑过去 就看看有没有事 结果看那个人 自己爬出来了 我说有什么 武警还是特别紧张 然后我迎面又来 俩哥们也过来 我们其实就来救助 我们要看汽车漫没冒烟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个电车 是个油车 他会不会爆 会怎么会被找 因为现在电车 其实也容易 现在很多电车都在找了 那天是个油车 所以就一看就还好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我觉得 第一反应是个人性格 和你的成长经历 我的的确确是在网上 刚看到一个浑简的视频 其实是一个挺可怕的 视频是什么呢 就是全是监控摄像头 拍下来的路边 有人就在路边 就这么倒下了 旁边电动车 行人 自行车的人 没有人上去帮助 就一段一段 练习 哇 看到我 我想我不能多看了 看多了 我都会自我质疑 因为我都知道 最近不是前阵 出现过很多案件 就是你扶老人 可能他会碰到 及个别的老人 他会讹你 让很多人觉得 做好事会有成本比较大 风险 这不是成本的问题了 他会说你犯罪 你知道吧 所以我那时候 跟孙年言老师 也沟通过 比如说你参与救助的时候 你拍视频 也是有好有坏的 好的是你记录了证明 你其实是 你不是你造成的 你是来救助他 但是反过来 也有可能这个视频 会被别人去从中挑错 说你看你这做的不对 那个无罪 是你造成了他 就是这个视频 它是双刃剑 说不好 所以一般情况 其实是不拍的 所以我那次巨人之旅 也没有拍 我拍了 就是因为 别忘了 我是一个制片人 我是一个拍电影 我是一个雅提跑出界的制作人 对我来说什么 你知道我冲下去的第一反应 就是说事件 先拍下来再说就开 而且我根本就没拍 我只是就搁在那 把它扔草地上 它记录下来的都是声音 因为我没有机位 那时候深交不在我这边 我也没有办事团队 来注意 而且人家其实也保护隐私 也不能乱门 所以后来给他包扎好了 我又拿着补拍那段 我们后来剪片的时候 都打了马赛克什么 其实那时候你也看不清的是谁 也没有号码 也没有脸 其实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信息 所以我只是觉得 这个事情就算是一个记录 大家我就看那个视频 我也觉得 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意识 就是很多人其实 一他敢不敢上去救 第二他自己会拷问自己 我该不该去做这个事情 我现在 我不知道我这是幸运 还是说未来某一天 可能我也会挺倒霉的 遇到一个麻烦 就是我真去又去救 救什么人 可能我不知道这个事就不能想 所以我是一 我现场是不做反应的 就是你觉得该去你就去 第二就是你不要去想后面的 那些可能性 那个事情 但你要看整体的 还是这个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看评估 现场有一个环境评估 因为我们在野外急救 最重要的第一个三角形 其中之一就是 现场评估安全性 首先要在施救者参与救助的人 他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才能救助 这在当年我记得 那次也是军人之旅 后来那是我们的新加坡 那位女性跑者 叫什么来说 我突然在嘴边 然后她当时救洋元 是吧 2013年 来来去去的人都太冷了 阳远倒在那个地方 头在流血 很多人都想照顾他 我们身边有认识的好朋友 不说名字了 也有 但是待一段 就快冻死了 就大家只能停不下来 就离开了 就一个人来 因为老外都很关注 这躺了一个选手 不管他是不是中国人还是哪 但是咱们的新加坡的 我觉得很伟大 真的 他就一直陪在他身边 等到官方的局员人来 他才离开 就是他都动的不行了 而且他那个时候 他应该是被 那一站被关门了 还是怎么样 最后他说明了情况 当然还能允许他继续比赛 最后还完赛了 哇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说 你要考虑到 照顾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这个救人 他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所以这就是 你问我 我就说 没有办法 现在这个事情 我最提倡大家 就是要跟你经常 一起玩的小伙伴 一起去学急救 因为你学了 你是救别人 你会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 但你要真出什么事了 还是需要别人救你 最好是 所以为什么 我希望大家都 人人都会 最好是 当然这个我也知道很难 但是这就是一种倡议和倡导 咱们今天说的 这是个安全事故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我们不评判这件事情 因为不知道最终的真相如何 我们至少倡导 只要你是真的热爱户外 这种算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长距离 耐力运动 当然 你要去学一些意外急救 这个很关键 对 这一部分 我们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要 要再次强调这件事 增强这个意识 对 要平衡 千万不要觉得 我的运动能力强 这事就可以了 你的知识面也得广 你的自我救助 和救助他人的执行力能力 你也要具备 你用不用 你到时候根据情况现场判断 但你得有 是吧 然而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赛事组委会 这个 对 值得好好的探讨一下 我觉得现在这两天 最紧张的应该这些赛事总监们 是不是又会出现 类似于 不是出现一个 安全事故导致的一些 大大的管控 对 政策上的改变 哪些比赛的叫停 这不是他们最紧张的吗 长距离 高海拔赛事 其实已经被严格限制了 对吧 这次倒不是高海拔 因为卫海 他们都能有啥高海拔 我说高海拔的 其实已经 已经被限制了 那现在这种 百公里级别的 或者是 是不是还会被限制呢 甚至这个 比赛的审核 通过审核的这个 规则 是不是也要 收缩了呢 这个就是一个 好不直播这个问题 就 对 可能也会 也会 受到一些限制吧 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 还在的嘛 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 UTMB这个直播本身 给这个比赛带来的影响力的扩大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对 所有人的关注的焦点 它有无限的素材 供你观看 对 那可能国内的比赛 也有些 被UTMB的比赛 当然也有些 其他有实力的赛事公司 也在想着 是不是也要把直播的 这件事给支起来 那如果出现了这个事 会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决策 会不会影响到 管理部门 对这件事的一个控制呢 这个我觉得是 他们现在可能会考虑 会衡量的一个问题 我正好想跟你打听一下 今年这个UTMB直播 你应该看了很大一部分 我就没怎么看 是什么感触 现在你觉得体验怎么样 包括国外和国内 应该是两部分吧 但是都在一个直播间 演播间内 都是 UTMB有一个媒体中心 它有几个直播间 是各个语种的直播间 你当时去的时候是有的吗 那时候 没有 年头上没有 后来才有的 六种语言 我记得应该是 就是这个 然后他们的机位非常多 赛道上的 画面是共享的 画面是共享的 对 解说是不共享的 解说是各自语言的 然后他们的机位非常的多 他们是骑着助力的自行车 去跟着这些冠军们 各个组别的冠军们 来做拍摄的 但是晚上就没有了 白天是有的 对 但是他们也是有这个基本的 而且他们 晚上也拍不着 而且他们的官方网站上 直播页面上 你点进去每一个人的 他的页面 每一个参赛选手的页面 上面是有他的 Live trial的 点位的一个直播 试试直播 看他在哪 那个是一直有 另外一个 他还会有 各个补给点的一些 拍到的这个人的画面的 一些小的cut 对 这个就人工智能生成 直接搜索就OK了 你可以下载 你可以随时下载 拿出去传播 或者你无论是你品牌的 或者是你家人 你这个应该是固定机位 是固定机位 对 是的 这个就是视频 解说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 咱们中文 我觉得中文解说 专业了很多 对吧 对 也是应该又是一个团队 应该很多人组合 是 是有一个主持人 另外一个 很多嘉宾过来 就是包括中国去参加的一些精英运动员 像齐敏 相符招 他们都会 就是有空的时候 都会来到直播间 跟大家聊一段 聊一会儿天 也是这么 就跟咱模式差不多 就跟我们当年 做的那个就100是一样的 一样 你是主持人 然后不同的嘉宾来进来来聊天 对 那16年我们其实都做了 都尝试过 而且13个小时不间断 我们那个26本嘉宾 我记得可清楚了 每人半小时 对 都尝试过 而且我们是中间不换人 我就上两趟厕所 就我一个就OK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跟我说 在做播客 做直播 我说 我的极限 说13个小时 远没到极限 对 就离我极限很远 而且13个小时那次录完了 我嗓子也不哑 也不觉得累 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所以我们说极限 我们做极限耐力运动的 体力上是有保证的 体力上绝对是有保证的 所以我现在做播客 大家都会觉得 我做内容忒多了 没有时间运营 对 我也不想运营 反正就是做内容 开心就好 是 你看 咱们有那么多跟约跑 比赛 围绕比赛 做这么多媒体内容 相关的经验 就文字 图片 对吧 还有视频 直播 其实都尝试过 但是最终其实发现 现在 起码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看直播的欲望 和直播的传播能力 应该是最广的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精英运动员 他之所以做这件事 也是因为 他在重力168的时候 因为做了一个 这个尝试 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大家也都喜欢看 跟着他的人 把他的全程都拍下来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奇观 有互动吗 有 他也会跟弹幕聊天 留言聊天 会的 对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奇观 大家可能 很难看到这种 这个场景 所以他会 会有很多人在看 他甚至 我看到有些人 是对这样的做法 是不认可的 是吧 我其实我看到 是有些声音 当然有 出了这件事之后 是不认可的 但当时那这件事的时候 并没有多少说 反对这件事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 我其实想刚才开头表达的 就是你不能因为出事了 把这件事全否定了 对 他出事了 是因为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做到该做的这些 我们说资源的匹配和人力 各方面做一个充分的预案 把这个风险拉大 导致这个概率发生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事本身 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完全不对的地方 是的 我是有保留意见的 所以我看到 就是你要说 他出了这个 现在是一个很遗憾的 这样的一个惨剧 其实也是惨剧 一个人就这么去世了 不管什么原因 咱现在不知道 那我们就应该就 一定要去有一个认真的 一个复盘 这个到底应该是个机构 像我参加克里伯 环球发生赛 我这一届 我们拿全球总冠军 那年度总冠军青岛号 我们这一届是很幸运 11艘船队没有人死 然后重伤很多 但我们上一届的 是骨断金折的这种 很多 就是各个船都都有 我们船就好几个 就我能 全年下来每一个watch 我都上去玩命干活 全家版 我主力全家版 Bowman 我看这个非常危险的 就是我都一点事还没有 当然摔了个屁股 今天这个半拖位 后来给掰回来了 这也是幸运的 不能再幸运了 但我们上一届和上上一届 一共死过三个人 就是每死亡一次 死亡事件发生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 独立的第三方的机构 对死亡的事件做 那是上一两百页的调查报告 然后把所有的风险因素 全部列出 我看过那个报告 然后去做 怎么去应对 机制把这个风险降低 所以在我们这一届里面 才会有了什么fall guide 才会有那种 为了防止意外过翻 还有对应好多措施 因为他那个 以前意外过翻 他只要那个打舵 或者风向突变 一旦被那个bom砸到脑袋上 你直接 你什么没有反应 那个bom的巨大的力量 本身 他就重1000公斤 600公斤 加上那个风过 bom那个重 他哪怕就轻轻的摆动 那么一下 他不用划那么大伙来 bom那么一阵 你如果站到他旁边 bom你就直接挂了 所以你看真正的职业分成运动员 那种高速运动员 全是全程带头盔的 真的带头盔 那跟工地一样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是已经非常幸运了 但是我们这次死亡事件 怎么有一个完整的 我也不知道第三方机构 在哪里 中国到底该怎么弄 就是他要找到本质原因 就是说 我不会 从我的角度 我不会说这个事 我就把他这个个人的 否定掉了 直播否定掉了 比如说哪怕像UTNB 先看齐 你是不是就白天直播 你晚上也别播了 他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全程 晚上也播是吧 这本身就是 你没出事 那是你的运气 咱是不是能不能 咱慢慢来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 我说他那个 Lacona的Food 就是那个 刘宁旺岛 但刘宁旺长征 我参加过三次那个 人家也不是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人家关键给你说 精华的片段 直播飞机怼着你拍 他们也是白天的 晚上怎么弄 所以这些事情 我觉得要咱们去理性去 理性的去表达这件事 毕竟要推动一个项目 如果我们过激烈的去支持他 或过激烈的去反对他 其实也是都会 大家都受损 大家明明这是一个运动 运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发展的过程当中 要怎么随时的互相提醒 我们最终都是付出这样 生命的代价已经到头了 人都死了 这已经负责代价 最严重的后果都出现了 对吧 当然意外是归意外 就是我们把安全措施做得再好 我不说 你看克里波这个比赛 也有些意外的风险在 他也是有意外的 你任何的户外运动都是有意外 所以我不想要只是 像意外事件 让我们就对这个行业 别又推倒重来 或者又打回到几年前 或怎么样 这个事情 当然咱也就是人言轻微 就咱俩在这聊天而已 作为播客节目 对 我们也说的不算 后来我又想 为什么就还是要聊一聊这个话题 就是不能让这件事 在舆论场中只有一种声音 对不对 你可能效果好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这个棒 都想试 都想玩 都夸好 一旦出现问题 大家都 这不行 这肯定不能再干 如果都是这种一种声音 那这个事就没有任何的发展的机会了 是的 对 而且我觉得你说那个也很有道理 就是他你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对 对吧 你即便是你匹配了很多的资源在这上面 你把安全措施和安全医院做得很好 但是又有个意外存在这个 在这个空间里 对吧 那这个意外如何去让更强程度的降低它呢 你遇到了问题 你得总结 你得把经验总结出来 你得真正的调查出来 它具体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风险点在哪 我们下次就把它管控住 是吧 就随着这种经验的积累 为什么要慢慢 就是要把经验积累出来 然后越来越让他把这个意外的风险都给降低掉 对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更可靠的一个方式 对 比如说刚才我说 就是从赛事组委会的角度 还是把这个怎么规章制度完善起来 对 我们如果在没有人限制说不允许跟拍 那我觉得我就问一个问题 他就是不是就应该被纳入参赛人员一部分 只是参赛人员分成参赛选手和参赛选手的跟拍 不管是pacer也好 摄影师也好 他都归成另外一类 这一类人 他是不是也要交一定的报名费和一些资质和交纳一定的 自然你交了报名费就会有对应的保险 我其实说的是这个 然后以及很简单 你必须得交了报名费 你是不是进了补给站 你也跟着一起补给 对 这个道理很简单 要不然的话 你没有一个组委会认可你的身份 你跟拍也很累 你是进补给站不吃吗 不喝吗 还是说你全程自己补给 你如果自己补给 是不是又增加了自己的风险 你还是说跟拍摄影师 还有一个补给团队单独给你 这是一系列的执行的细节的问题 其实都应该通过一些规则公开的 大家公示的 你可以你可以搞这个事情 但是要注意要遵守这几个 不然的话可能就不让你参加 我看到还有人写什么 就是可能可能是拍摄的跟拍师 可能还干扰到其他的运动员 对 这个也是有这种对吧 有这种声音出来 对 就是这个也是要避免的 就是你是精英运动员的跟拍师 或者说pacer 首先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pacer其实是对运动员的成绩 是有提升作用的 当然 哪怕他是个叫跟拍师 心理支撑 心理支撑 他不孤单 各方面其实是不一样的 大家千万别觉得 好像我不给他守服他 不怎么样 pacer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安慰 他其实就已经跟一般的单人比赛 就不一样 有pacer和没pacer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也 这就是为什么西部100这种比赛 他会 他需要在后半程允许你去上pacer 就是 在后半程可能会遇到一些 各种各样的情况 甚至心理情况 心理情况 有个人在这 支持你 他是为了帮助你创造好成绩 但注意 他不是说规定必须有 是你如果 你需要 想有的话 你可以自己找一个 或者说甚至你会跟官方提要求 我需要官方会给你配一个 如果你不需要 那就不需要 所以我只是在说 你注意 这本身 你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 陪跑式 它是起到一个pacer的作用 你其实已经占到了比赛的优势的一个地位 这如何在规章制度 在赛事组委会里面 把的公式合理合规 这是不是一个平等的规则 还是说这是个精英选手的特权 那么这本身 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的陪跑师 或者你的pacer 你如何不干扰到其他组别 因为他经常出发时间不一样 你是精英选手 你可能同组别 你跑在前面 你可能不会影响到自己组别的人 但是你有的时候 我们只有跑过的朋友 也才知道 它是不同组别 不同的出发时间 你在中间可能遇到 其他的慢速的运动员 你超越他们 你可不要像我们现在 这些大腕明星那些保安 闪开闪开闪开 当道当 就是把人不拉来不拉去的 这个是我们影视娱乐行业 最遭人吐槽的 比赛行业 比赛中可能也会有这样 避免这种东西 你不会因为你是精英选手 不会因为你多带了一个人 帮你拍 或者给你陪跑 你就好像比别的选手 高人半等 高人一等 这都是不应该被允许发生的 越野跑这项运动 最重要的就是 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的 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运动最初的 我觉得我不能忘了 运动是最初 为什么诞生的 对吧 我尊重每一个个体 所以说前一阵 别说这个 哪怕就是在 马拉松 不是有一个事件 让国际选手站到了前面 比国内精英选手还领先了20米 还是30米 这个好像 他们说好像国际规则有 国际规则不是这样的 就乱讲吧 我觉得 不是这样 肯定不是这样 你怎么能把老外往前放20米 30米 这太野余了 就是你随便那种叫强行狡辩 你随便你自己 糊弄自己一个说法 但咱稍微的懂点 这个常识 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这么说 你但凡这个比赛 你就不是什么 符合什么级别 什么银黄金赛 你不可能你知道吗 你才能把人放的 不是一个起点 你还自己 还觉得这是理想当然的 对 当然他有那个 你可以说他有那个叫 过那个济石坛的竞济石 什么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除非你处理的非常那个好 那也可以 所以说回来就是 我们还要规避到 这样的一个 对人的尊重的这个角度 去探讨这个问题 毕竟赛道上的资源 它是一个越野跑赛道 百公里 它都是开放赛道 是一个公众资源 是个公众资源 你不能因为你是精英选手 就如何如何 你再至少做到一个 不打扰其他 不管是其他赞的选手 其他组别的 还是说游客 白天晚上遇到的 你都不能因为你自己 其实多多 甚至都不是一个人陪跑 没准俩人的多机位的 天然飞机 或者怎么着的 你也不能干扰其他人 我觉得这个企业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值得探讨的 是这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了要避免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出现 那组委会就是要参与进来 就是要在规则层面来有一个详细的制定和分配 这个才能保证这个基本的公平要在这的 对 我记得当年我们在UTMB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全程跟我们就是在补给站相关 其实就还好 然后到了UTMF到后面几年 你会发现我们2014年去的时候 UTMF他都是把这些规则考虑的非常新 那是2014年 人家就是你要进入到做那个supporter 你如果要去做补给帮忙的人 你是要单独给你发一个卡片和一个你的号码 你如果没有这个 你都进不了他的更衣区和他的休息区 你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看人家就是 哪怕你全家可能一大口子什么七八人 都来看 他给你的名字 一个人可能最多有两个人 你这两个人是可以进入到 就是帮你换衣服帮你啥事 帮助你是可以的 大休息站都是可以的 其他人只能在 他现场是拉了个线 就一个区域 有个区域管理 你是进不去的 对 我想想军人之旅应该也是类似的 军人之旅也是类似的 军人之旅相对好一点 军人之旅我记得大部级站的时候 应该相对开放一点 亲朋好友就都来了 军人之旅算是一个比较鼓励 亲朋好友来大部级站 来支援你的 其实这跟赛事理念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这个所谓的区域管理这件事 肯定是要做的 你不能敞开了 对 因为这个关系到 因为现在我相信军人之旅 应该又有了一个新的 更完善的管理规则 因为我最后一次去都2018年了 现在军人之旅此刻正在进行 王小林正在450公里跑 我刚才发那短视频说 这太虐了 自导航线路跟330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其实军人之旅330 补给站还算是很完善的 路线也算是很成熟 很成熟 但是这个450那真就是你需要自导航 对 应该跟PTL 类似的感觉的 类似风格的一个比赛 他那个完赛要190小时完赛吧 6 7天 没有150小时 6天06小时 190小时又增加了那么多 我看他平均配速是差不多的 就是其实是也都2点几公里平均 对 其实像这种比赛 你可能中间能睡上10个小时 都算是 我是每天睡2小时 差不多6个晚上 对 也就10个小时 10到12个小时 也就这样了 我得保证每天我有2个小时的 基本睡眠 深度睡眠可能就半小时到1小时 但是我得有连续2个小时躺在那 我就能缓过来 这是我自己身体测试的 一个偏极限 这种状况其实 我觉得450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450没有路标 对 我觉得 对 会有一些更耗时 他其实跑个PTL的人比较有发现 我没跑过PTL 外面时间赶得更急 最重要的 你所有的没有那种官方 他有官方大部级站 中间那小部级就靠你自己了 所以你的负重会更高 你的线路会更野 然后你可能会兜圈子 会有更多的这种迷路的可能性 所以不像军人之旅 那个路标还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目前我的能力界限 我不介意赛程场 我还是希望在军人之旅 有这种路标 我会心里踏实一点 因为传续比例牛丝 我们就各种浪费时间 就各种找不着路 因为他GPS虽然给你了 但这个路线稍微飘一点点 可能一个线路就很危险 所以这个实在是差别很大 所以我觉得 但是今天聊到后面 这都是比较高阶段的段位了 已经快到极致了 给大家 如果你是刚接触越野跑 可能听到这个 是不是应该给你种一个种子 如果你只会想尝试 是可以按赌所记的 想想我2012年5月份 才第一次参加越野跑比赛 10公里 但是到军人之旅 我在2014年的9月份 就去参加330公里的 军人之旅的第一次尝试了 我后来跑了4次 那是第一次 151618 然后2014年 我跑到200公里 被关门了 迟到了9分钟 19分钟还是9分钟 我忘了 就被关门了 很遗憾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我能2012年 等于才时隔两年半不到 我也等于从0公里 到330公里 赶去出发 我就觉得 循序渐进 这个节奏 是我就挺开心的了 就是当时真的 我12年的时候 军人之旅 是第一届 有中国人选手参加 就是高清 杨建国 于雷 王子晨 他们4个人 我还给他们送行 我那个画面印象太深了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什么时候也能去参加 当时都觉得遥不可及 但没想到 其实两年后就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今天在 听我们在聊这个事情 就是都是我们的过往 今天我们没有在 各种吹牛逼 我们其实只是说 都是我们曾经 做过的一些事情 就基于我们的经验和认识 去讨论一下这个事 是的 然后希望他 能够国内 越野跑 经历了各种磨难 也付出了很多惨重的代价 我希望大家 就是我们更多的 有些讨论 让我们的 我不是说做事没有代价 都想付出代价 但是不应该付出生命 这样的代价 我觉得你出去运动 你受到损伤 你自己怎么康复 或者那种 都是可修复的损伤 其实没事 身体的打磨 打磨和锻造 就是要 你练肌肉 不就是肌肉撕裂 是一种损伤 然后你修复的很快 就是你肌肉块增大了 其实你的身体的整个的 从生理和心理精神 各个层面上 它也是这样的 要不断的去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韧 有韧性 然后变得整个人格的塑造 变得更加完整 然后去能够探寻 你以前没有到过的边界 这是很好的体验 而对你的生活 会有很多很多积极的意义 我自己是受益者 所以我说 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我会 虽然我这几年 都没有去跑越野跑 我还是想这个话题 跟大家探讨一下 还是值得了的 是 相信你还有啥补充呢 没啥补充了 我觉得就聊到这就差不多了 对 挺好的 也能够用一个 像这种事故 希望 就无论是官方 还是大众 都要用一个 稍显客观的一个 一个态度去看待它 不要过度恐慌 不要过度恐慌 而且组委会 或者是官方 要面对事实 把这个具体的过程 和具体的问题 全找出来 找出来 然后公示出来 然后这样 对 然后用规则的方式 用修正规则 修改规则的方式来 来把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好 而不是任何事情 尝试一些新东西之后 出现了风险 就把它一棍子打死 这样是不可取的 是 剩下就是 最后我只能说 我们还是要在大自然面前 还是要谦卑一些 对 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 告诉自己 我多么的热爱 这项运动 也要在它对应的安全范围内 对自身的能力界限 和做这件事情上 该匹配的 我一直强调 匹配的资源和人力 可能还有财力的问题 就是匹配到它合适 它能够有一些冗余 而不是说努着做 每次将将能够勉强做下来 其实没出事 都是运气 都是概率 这个太危险了 好吧 就是我讲这个 还真的不是针对这个运动 我讲就是生活 我讲的是我的制片专业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全都在出状况 我们都要去有这种荣誉 有这种精气神去从容应对 然后要有自己的完善的知识结构 如果你真的在这个运动 就说你真的想去 比如我现在摆这书 我们去看澳门海默 我们喜欢看这个电影 那我们也得看到的传记 对吧 你想了解什么马斯克 你看最近全是关于马斯克 我随便摆三本书 对吧 就是什么冲向火星 讲这个SpaceX 对吧 像那个极限高压 讲特斯拉 在今天刚拿到的 这个 埃罗马斯克的自转机 就是你的知识体系 就要尽可能的去 你要关心一个事情 你要去把它周边的事情都了解 也不要只是单一维度的 就扎进去了 这就是最后一个小小的提醒 也是 对 是 就是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期节目就可以 就结束在这了 好的 希望有机会再来咱们的月夜talk 再talk一次 谢谢神教 好 谢谢 关总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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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咳 咳